以及各位列席官員大家早 请主席邀请秘书长跟中选会副主委 来请秘书长跟刘副主委 江委员好 秘书长早 上礼拜四行政院通过这个公民投票法跟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的修正草案 主要是将那个不在籍的那一部分纳进来 当然请教一下 就是说行政院的出估 如果这个法案通过 未来实施不在即的投票的时候 我们预估大概多少人会来投票 因为没有经验 所以很难明确的讲说 对很难拿捏 根据内政部现在 内政部有一个数字是134万人可以受贿 但是是涉及到投票率的问题 但这个实际上要做才知道确实的数字是多少 所以还无法掌握 还无法掌握 那无法掌握的话 那怎么样去评估可能发生的成本 我想那个部分我们可以按照那个投票所的数字来算的 因为投票的数字应该变化不大 当然啦 那个不在即投票的种类很多 起码五六种嘛 那行政院的版本是把通讯排除在外 把境外也排除在外 所以现在几乎就是集中在境内的移转投票这一部分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 当然你这个桩案提出来之后啊 有一些这个我们民进党的这些委员也好啦 或者是说其他不同意见的人有提到说 如果这样子实时不在即投票的话 尤其是他们担心金马地区的这个投票 就是说大陆台商的这一部分 他们到透过小三通什么到金马投票 可能会遭到中国监控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记得上星期 李部长在这边备讯的时候 有委员问到这一点 那他的回答是说这个量不会很大 因为交通的运输有限 也不可能全部都挤到那里去 这一点我想我们是可以从过去的经验去评估 还有他的酝酿去评估 的确到金马小三通一日里面 你要去投票这样的量它是不会很大 也不可能全部集中到当地去投票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我们中选会的副主委 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有没有可能说造成他过度集中 在某一个地方投票 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不在即投票 在办理移转投票的时候 过度集中在某几个投开票所 这一点你没有想过 我们有考虑 但是我们现在想尽量把这个 原来在即投票人跟不在即的投票人 就是在开票的时候 其实他不会真的分得 就是分离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我想那个集中 过分集中的可能的效果之一 就是有人会从那个投票的结果来推估 说哪些人有没有依照原来的约定投票 好那这一方面我想我们在实际上掌握到这个 申请的人数之后我们再做这个比较仔细的 那个当然是从一个政治的角度去思考 那我从一个另外技术层面的角度来思考 你们现在每一个投开票所的capacity是多少 现在我们原则是1500个上下 那如果说到时候这个移转投票的申请 都特别集中在某几个投开票所 比如说金马是一个嘛 那搞不好机场的部分周围的 可能桃园啊 或者是台北啊 甚至是高雄啊 就机场附近 因为它方便嘛 会不会造成那几个投开票所 它的这个移转投票的 的人数增加以后造成它没有办法去因应的一个问题 这个有没有思考过 这个我们会考量 那你又没有设上限 一定也还是1500上限 还是1500啊 规划投开票所的时候还是要按照这样的一个规模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还是维持说每一个投开票所 它的上限都是1500个 这个投票人来算的话 做它的上限的话 那移转投票的时候 那容纳不下 那搞不好它也是被迫要到其他地方去投啊 我们可以增加投开票所 增加多少 增加投开票所 就在那个当地 因为我们移转的结果就是 可能有另外一些地方呢 可能会减少投开票所 对 在某些地方增加 那总的量来讲 因为我们整个那个 不在意投票的设计 可能是要让比较多的人 有机会投票嘛 所以可能在 当然那个是针对在台湾内部 岛内这一部分 它可能因为从某一个县市 移转到某一个县市 所以你可以说这个投开票所 它 它这边减少 另外一边增加 但是如果从近 比如说从这个大陆回台的这一部分 那是不是它会涉及到 增加投开票所 这个当然有可能啦 但是我们 我刚刚讲过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知道 实际上申请人会有多少 那申请人多少的时候 假定说当地的这个选务人员 没有办法 制定这样的需要 我想我们就 从中央来派人进去 来支援 这样的一个投票 那你们预估这个大概 你为了准备 这个不在意投票的话 你们大概预估的作为时间 你希望 想要申请的人 他在多久以前提出申请 你们预估的作业期 三个月嘛 三个月 希望三个月 应该可以够我们来议 所以换句话说 假设我们这一次的公民投票 要实时不在即投票的话 那等于三个月前 你就必须要告诉大家 我们要实时不在即 然后呢 你必须要来登记 对不对 是三个月前就要完成 是不是 还是三个月前才提出来 告诉大家 你可以开始来登记 登记到选举前的 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 我们公告 就是公告三个 三个月前公告大概 三个月前公告啊 是不是 那两个月 给一个月来登记 那登记到哪一天 登记到选前一天吗 还是登记到选前一个礼拜 选前一定有一定的期间 当然啦 大概多久 你们有没有评估过 因为这有可能马上就要发生 现在的草案是 三个月之前公告 公告公投的话是公告三十天 你来受理 那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的话 是六十天啦 两个月的时间来受理 所以就是三个月之前公告 公告三十天之内 你要提出申请 这是属公民投票的部分 公告后三十天内 对对三十天内要来申请 所以大概第一选举 大概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OK 因为你还要通知 这个是公民投票的部分 对啊 如果是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办法 是公告之后六十天来申请 为什么会不一样 因为公民投票的时间比较短 因为法律的规定六个月之内 一定要公投完毕 所以他的座位的时间比较短 我们只能够给予三十天 那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办法 就没有这样的限制 所以给予的时间就比较长 好 我想这部分你们在技术上 可能必须要很通盘的考量 避免你到时候说出现一些混乱 或者不公平的情况发生 反而延伸出一些不必要的选举争议啦 那另外我再请教一下 那个请密务长还有副主委请回 我问一下我们萧次长 就是关于这个都更的问题 大法官上礼拜 做出709号解释 我想次长你也知道 那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重要的违宪的问题 然后也规定说一年内 必须要去做修正 那他的这个解释的重点主要是围绕到所谓的 氏族的居住权的保障 以及正当的行政程序的这一部分的实践 那比如说有提到说那个过低的申请比例啦 欠缺组织审议的机制啦 公厅会啦 资料为别送达 这些都比较程序性的 比较程序性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次长就是说 面对大法官所做出的这个解释令 内政部当然你们的修法版本 也送到立法院来了 那这里面又给你一年的时间 等于说换句话说 一年以后那三项就失效了 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内政部的立场是怎么样 你有要把你现在的这个提案拿回去 再重新再提吗 还是说你就要拿这一个 就原来提的这个版本就来审 是这部分特别跟委员会跟江委员来报告 那目前司法院的事事第709号里面 大概就三个部分了 一个就是事业概要的部分 我们是以前是十分之一的人同意 他认为太低 那这部分我们修法的草案已经送到大院来 是我们提高到十分之三嘛 这十分之三你认为就是 应该可以被接受吗 应该符合了 有的版本提到十分之五 当然啦 像台北市政府他们就建立十分之五 但是那个只是一开始 发动的门槛而已 发动的门槛如果你太高的话 所以现在市长你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 你原本送来这个草案 应该可行 内政部不会再抽回去 应该可行 你们就是要拿这个版本来审 是是是 现在只差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 所以在你们的版本里面 针对欠缺组织审议机制 公庭委这些全部都进去了 已经加上都跟审议委员会审议了 只差一个听证会的程序 我们当时没有列进去 那你这样 那你这样你要在哪里面列进去 你的版本里面并没有这个东西 对是在第十九条的部分 我们可能会研究 就是把他的程序里面加一个听证会 那所以你有在针对第十九条 再送一个案吗 还是没有 是我们到时会跟 呃 答应来协商是有委员提案 还是我们行政院报个版本过来 那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有提到说啊 在修法之前 判地方政府参照修法版本 规定办理 都更案 是 就照你们修法的版本来办理都更案 这样有一点 好像 就是 你就认定说内政部体的版本一定会过的 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所以他就要说 诶 再还没有 还有时效之前 站在里面的版本 我跟江委员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 希望地方政府能够参作大法官的解释的意思去办 如果虽然说法令规定 那你认为行政院的版本现在是完全符合大法官的 可以参照我们的版本来做 我们的版本 我们的版本 部长 自然我要讲的是说 这有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这三项变成是什么 有效但违宪 对 所以 所以地方政府敢去做吗 如果地方政府如果还是用旧条纹去做的话 可能会产生争议 诶 所以我们是希望他能够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一年内啊都更案是推不动的 如果他没有照提高比例来看的话 你会不会产生争议 问题是来了 这过程当中 如果立法院针对这三项违宪 我们做出最后的修正版本 跟他去做的这一个不符的时候 就是地方政府他去推的时候 比如说他踩的是十分之三 最后我们修正过的是十分之四 那怎么办 那没有关系 因为法令不受既往 所以没有问题 没有关系 没有问题 不受既往 他们会不会担心会不会害怕 不会啦 但是因为这个是避免所有的都更都停顿嘛 如果照目前的大法官解释 这一年内虽然有效 但是地方政府没有个人敢去核定嘛 对啊 明明知道他是违宪的 对啊 而且会产生争议的 不同意物可能会诉讼啊 没错 所以如果没有一个 呃 请他们参照大法官的解释的文去做的话 可能都更案 我觉得这一部分 内政部可能必须跟地方政府 是 我们会 你要原理一个 这个暂行的处理方式 在这一年内 如果立法院 当然立法院一定要在一年内去完成这样的修法 不然这个危险的部分没办法处理 可是在这短期内 你要跟地方政府传达什么样子的讯息 告诉他们在都更案的处理上面 应该依照什么原则 我觉得这部分必须要赶快处理的啊 否则这些可能都会停摆 而且会产生后续一些不必要的争议出来 而且在这个大法官的解释案里面 针对那个代差那部分它是回避不处理的 对 所以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是不是代表说它是核线 对 并没有违线 只能够说并没有违线 并没有违线嘛 是 所以因为大法官他去 他回避他 他并没有去解释他嘛 是 所以 所以我觉得那部分未来还有很多争议啊 那部分我们的修正条文已经拿掉了 送到大宴的修正条文就是代差的部分我们的 但是问题是平台委员不同的版本 当然 针对这部分 还有的讨论 所以这部分我想在还没有办法适时及时的修法完成之前 内政部应该要跟地方政府 你要拟出一个你们自己的原则出来 诶 不然这个的话 这个可能很多杜根案就都没办法动了 是是是 甚至有些动了 哇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修正 解释案出来 会有很多的诉讼出来 是是 好不好 是 好 谢谢江会员 有什么事 看黄根来 很gado 跟咀嚼 发声 wiil坑